做是因为吃得太好了 所以才会变胖 现在来看到可是不一样 你的生活形态 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阳明大学团队在21号 为国内学生治胖的行为解密了 久坐看电视 还有上网跟睡眠太少 这两大因素 是台湾青少年独特 而且重要的肥胖成因 根据联合国肥胖监测小组的报告 各国的儿童过重跟肥胖的比率 都是持续的上升 我国6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 肥胖盛行率达26.8% 这是亚洲的第一名 占全世界被监测国的第16名 那么研究发现了 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45分钟 还有每天的久坐不动 看着电视超过两个小时的孩子 因为体内的瘦生素减少了 脑肠的激素增加 导致食欲升高 而且肉异变胖